Hello 大家好 我是淑姨 前一阵子汪小飞和大S的瓜是闹得沸沸扬扬 然后呢 我自己顺带也是在直播间下了麻溜记的酸辣粉 等了将近是两个月才收到货 真没想到啊 吃瓜不容易 吃粉也这么的不容易 发死了 我看了一下生产日期是2023年的1月5号近期生产的 估计是刚生产完就赶紧拿出来发货了 说到货之后我觉得这一盒还挺沉的 今天呢 咱们不吃瓜 咱们就单纯的吃粉 来正式测评一下麻溜记的酸辣粉味道到底怎么样 开始吧 还知道好不好吃 我们来看一下这沉沉一盒的麻溜记酸辣粉都是些什么 这个应该就是粉包 这个是酱包 好像类似于辣椒在里面 这个是豆芽包 这个就是醋包 这个应该就是菜包 然后里面有些脱水的蔬菜还有香菜之类的 这个是豌豆 就是最后放在酸辣粉上面的 这个是汤料包 好了 现在我们就开始煮吧 先用热水泡2分钟粉 然后呢 把水倒掉 再一次放入酱料包 汤包 蔬菜包 再倒入热水 再泡5分钟 5分钟之后打开 最后再放上醋包以及豆芽 也可以放豌豆 但是因为我不喜欢吃豌豆 所以我就没放 把它们给搅拌开就可以了 麻溜记酸辣粉已经好了 嗯 感觉这个汤味还挺浓郁的 我们来尝一尝 先把这个豆芽给涮开 嗯 这个粉很不错我觉得 就是特别的软弱 弱口也很好 哇 已经有那种麻麻的味道了 有一点点辣 我把所有的酱料都放进去了 如果说不能吃辣的朋友 酱料可以稍微放的少一点 虽然它是个素食产品啊 但是 我觉得它的整个的食材呀 还有这些味道都很新鲜 这个蔬菜包 哦 这个是葱 蔬菜包有葱 有香菜 蔬菜包里面还有青菜 青菜叶子 这个粉好长啊 这个粉真的很长 而且你看它还不断 麻的感觉比较浓 就没喝汤呢 就专门这个缩粉 就能够缩到那股麻麻的味道 还不错 我觉得这个分量也很足 成绩来说呢 我觉得麻溜姬酸辣粉 还确实挺好吃的 价格呢也不便宜啊 但是比泡面好吃多了 事实证明啊 吃粉比吃瓜好 好了 今天的麻溜姬酸辣粉的测评 就到这里了 我觉得 哇 有点麻有点麻 味道我觉得可以打8分 然后这个粉我觉得可以打9分 因为这个粉真的很好 晶莹透亮 口感也很好 分量也比较足 拿六斤酸辣粉 值得入手 中文字幕 酱油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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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